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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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5月告诉CNN 他们已经和儿子失联超过一年 朝鲜集中营 遭到逮捕的外国人通常被判斧苦役 与之相伴的还有 以孤立和让其感到无助的方式 对他们进行折磨 BBC曾经了解到 一位前囚犯曾因遭遇这种折磨而精神崩溃 很多年以后 他仍然不能正常说话 但其他人有机会透露更多细节 2012年12月 朝鲜指控韩国裔的美国传教士裴俊浩 Can is by 损害共和国 裴俊浩曾多次访问朝鲜 但在最后那一次遭到了逮捕 朝鲜方面发现他携带了一些和天主教相关的材料 因为这一罪行 裴俊浩被判15年监禁和苦役 和瓦姆比尔相似 他在健康状况 极度恶化的情况下才获释 裴俊浩获释后出版了一本名为 不曾遗忘 Notford Arton The True Story of My Imprisonment in North Korea 的回忆录 他在回忆录中透露 刚入狱的四周时间 自己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甚至11点 连续不断接受审讯 除了瓦姆比尔外 目前还有三名美国公民遭到朝鲜扣押 京东哲 出生于韩国的美国公民 62岁 2016年被判间谍罪 入狱10年 京盛德 在平壤科技大学 工作的含义 美国教授 2017年4月被捕 具体原因不详 京学成 同样在平壤科技大学工作 今年5月 应涉嫌对朝鲜采取敌意行动而被拘捕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明镜之声为您所做的报道 谢谢您的收听 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